五辆名车在新北市淡水新市镇的马路上尽速狂飙 一名正姓男子和朋友总共五辆车 六男三女准备要去金山十八王公庙夜游 而其中两辆BMW驾驶一时兴起 直接在大马路上飙车 警方立刻出动拦截 最后驾驶不止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还吃上八张罚单 最高罚还十二万四千多元 两辆BMW还有宾室保时捷 Vinnie Cooper 五辆名车聚集在新北市淡水新市镇大马路 却通通被警方拦下盘查 市台好像在追逐吧 飙那么快 民众直呼真的好夸张 原来是因为这五辆进口名车 大半夜竟然大喇喇在淡水新市镇道路上演玩命关头 一名正姓男子23号凌晨一点多 和一群从桃源来的朋友们 准备相约到新北市金山十八王公庙夜游 五辆车总共六男三女 行进淡水新市镇附近时 其中毛姓男子和蓝姓男子 两人一时兴起 驾驶他们的百万BMW 开始竞速狂飙 警方立刻出动拦截 在滨海路和沙轮路口 发现他们正在停等红灯 马上过去拦下盘查 盘查时这群人态度相当不好 五辆名车驾驶除了毛姓男子和蓝姓男子 因为竞速飙车吃上公共危险罪 还有逆向无照驾驶闯红灯以及变更排气管 加起来八张罚单最高罚还十二万四千四百元 聚集飙车老人安宁持赏高额罚单 原本好好出游最后竟然进了警局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梁家为章是魁心北市采访报道